手舉車 紅線圍庭 被路人用手機直接搜證 駕駛突然開門下車怒氣沖沖 似乎早就因為紅線圍庭 槓上路人制止 駕駛更小 當手機 一巴掌拍錄手機 好 駕駛動口也動手 路人似乎擔心繼續被攻擊 撿起手機往旁邊走 衝突地點發生在高雄市三明區 一進醫院附近道路 修旅車貪圖方便紅線圍庭 擋住後方車輛 路人看不過去 錄影搜證卻被駕駛拍飛手機 這個當然會有人臨庭 拿相機去照 這個中間他們就有意見的差異了 修旅車紅線圍庭 可儲清台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是罰款 好 告訴你 警方沒有接獲報案 但紅線為題罪重罰六百元 但駕駛拍飛手機 涉及刑法迴損罪 如果受害路人提告 警方將依法受理通知駕駛到案說明 記得頂尊王書宏高雄報導